最近中国官方宣布 对台独可以判断死刑 分裂国家犯罪 法定最高刑是死刑 这个犯罪的追究期限是20年 台独顽固分子的分裂行为 一天不停止 法律追究的利件就会始终高悬 无论他们逃到哪里 都将依法终身追责 你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是中国觉得有资格可以把我杀了 不管我在什么国家 那这件事包含你吗 你可能觉得你不是台独 但是中国会怎样认为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应该要先知道台独是什么 因为很多台独我听到的声音是 他们会希望把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改成台湾 至少是从中华民国开始独立 因为现在跟过去 台湾这一块都没有被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占领或持有过 所以我觉得是要从中华民国之中独立 事实上台大的学生说的没有错 台独是想要从中华民国独立 那这件事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关系 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从中华民国先独立吗 而且历史上台湾总来没有属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中共用这招来詐骗你 是中共最恶劣的谬论 我简单给你解释 对他们来说 中国只有一个 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 再说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你没有接受这种谎话 你就是台独 他们想要把你杀了 不过呢 你不一定要相信我 我们听听看中共自己说的 那我问你 台湾是哪一个中国的部分 是中华民国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那如果你觉得台湾属于中华民国 中国怎么看你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分裂国家犯罪 法定最高刑呢是死刑 直接把台湾打下来呗 反正我个人觉得 打台湾我去扛炮弹那些都行 真正的台独是想要从中华民国独立 但是按照中共的谎话 台独是想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 你以为台独是少数的人 在西门町有一些国籍 你以为你不是台独所以你安全 你以为你乖乖就没事 但是对中共来说 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个中国 那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条件的接受 顺便放弃你的人权 你的自由 否则的话你是台独 所以他们以为有资格可以杀你 所以如果你为止现状 你就是台独 如果你是中华民国派 你就是台独 如果你是台派 也是台独 根据中国的意见 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 换句话说 不管是台湾派 中华民国派 中华民国台湾派 在中国的眼中通通都是台独 台湾只有一个政党 不是台独 就是统一促进党 所以我希望朝野应该共同面对这个问题 大家团结 大家合作 我不是民进党的代理人 更不是民进党的 但是赖金德说这句话 我完全认同 我不管他是赖金德 我不管他是民进党 我也不管他是总统 如果他是对的 我认同 对是不对人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完全不懂 所以像另外想问说 因为现在中国宣布说 二十二条意见 针对台独分子 最终可以处以死刑 那其中用公民选票 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也算台独 那大家投票选总统的话 也可能触犯中国的法律 你怎么看这样子 就是错不错 我们常常说 那个共产党是民进党的 是台湾的租队友 你知道吗 但每做一件事情奇怪 他们一定在想要 奇怪 我给台湾什么会台 什么几个政策 讲一大堆 可是为了台湾人 越跑越远 就是这样啊 拜托 有人可以跟我解释 这个人在说什么 中共在威胁我们 然后柯文哲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我们可以说废话 连这个时间 我们要模糊讲话吗 那我问你 后预议怎么说这件事 因为我上万朝 我找不到 那不管是柯文哲 或是后预议 对中共来说 他们是不是台独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我跟你说 他们只要代表中华民国 他们就是台独 两岸同文同种 所以有人想要把你杀了 但是你跟他是同文同种吗 我提得非常的清楚 两岸彼此之间 要和平相处 对话交流 亲情一家人 两岸彼此之间 两岸彼此之间 我2015年就讲过了 有人已经在计划攻击你 但是你跟他是一家人吗 真不要脸 两岸彼此之间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 无所谓 无所谓 哦 我不管同意不同意 或独立不独立 我觉得同意不同意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没差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你们有没有思考过 如果同意中共可以对我 还有对不少的台湾人判断死刑 无所谓 我觉得要人民幸福比较重要 你们想要我被杀了对不对 我们不要挑衅他共毛 你不要惹他嘛 台湾人到底什么挑衅中国 香客文哲就说友善交流 但我们也不要过度挑衅 什么是过度挑衅 你们真的完全接受这种废话 除非台湾放弃自由民主 跟对人权的追求 不然永远都是在挑衅中国 因为中国无法控制 那中国已经讲得很清楚 除非台湾接受一国两制 不然台海没有真正的和平 那一国两制的结果 我们看香港就知道 我可以完全的理解 你看看现在香港 它跟中国已经几乎完全一样 对于言论思想自由的控制 那我问你 中国准备打台湾 难道这个不是中国才挑衅台湾吗 夺管火箭攻击台湾西边 射成更远的弹道飞弹打东岸 还有来自空中跟海上的立体化攻势 动画里台湾南北两头都是爆炸火光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以3D虚实动画 模拟火箭军如何轰炸台湾 甚至明确标出地点 就在台北高雄花莲 放话摧毁台独大本营 中共东部战区今天宣布 要在台湾周边海空域 从事联合力舰 2024A军演 对于这种不理性的挑衅 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动 国防部表达遗憾 中国对台独想要判断死刑 这个不是挑衅台湾吗 分裂国家犯罪 法定最高刑呢 是死刑 你们好意思说台湾不应该要挑衅中国 那你呢 你支持中国杀了我吗 或是你无所谓 无所谓 我是黑素斯 我是台派 而且我觉得在台湾生活的每一个台湾人 应该是台派 享受台湾生活不应该要支持台湾的主权吗 我觉得理所当然 那怎么还需要特别强调台派 那如果你是台湾的金钟 我觉得中国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这些中共奴 台湾的内奸 中国那么棒棒 那你干嘛没有马上过去来享受那边的生活 为什么你要强迫其他人变成中共奴 但是如果你是中共 我只有一件事想要跟你说 我们台湾人不接受你这种想法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就是这么简单 BYE 所以你们很常聊政治啊 每天都要摆像另外一天都要摆像 真的啊 诶 那是我们误会了是不是 因为我们以为就是 在这边讲话要很小心 不会不会 不可以讲太多 有关于政治敏感化的 不会不会 真的啊 每天都非常包容嘛 每天都不会开放你 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 分裂国家犯罪 法定最高刑呢 是死刑 非常包容嘛 非常包容嘛